小姐你的中日每次帶杯好了 謝謝 不僅環保現在折扣再加碼 上班族只要帶著自帶杯來到超商買咖啡 就可以折抵五塊錢 以上班族最喜歡的中杯美食來說 等於最高可享八五折 7月1號起新規上路 民眾帶環保杯到超商超市 速食店以及飲料店買飲料 折扣從現行規範的3元加碼到5元 同一超商提早兩週開跑 6月21到23號為期三天 省7元 每個月1號帶環保杯來消費 也是7塊錢直接幫你扣掉 全家則是29號上路 萊爾夫以及OK超商 跟隨政策7月1號開跑 同時環保署也要求 超商速食店2023年起 提供循環杯借用服務的門市 得達5% 那測試下來我們發現 貴環率高達95% 顯示消費者對於環保杯 中間的服務這樣是肯定的 既然我們今年會拓展到 四百間店會超過我們總店的一層 以全家來說 目前在板橋桃園門市 有提供借用服務 預計今年會增加到四百家 同一超商已經在台北 桃園台南近十家門市 推廣循環杯 預計二零二三年前要拓展到三百家以上門市 萊爾夫則是預計擴大一百家門市 這衛生疑慮吧 因為這畢竟是喝的東西嗎 可能不會用 怎麼說 呃紙杯可能喝完比較乾淨吧 如果循環杯比較乾淨 環保減速成為趨勢 不過要接觸嘴巴的東西 難免會有衛生疑慮 民眾買不買單 恐怕還是見仁見智 TVBS新聞順盟決議品節特報導